今天咱们来聊这本书 《网熟的人》作者是莫言 这本书现在很火 我上个月初我就看完了 当时发了一个朋友圈 对这本书有一个基本的评价 说的比较狠 我说这就像是一场盛宴之后的干水桶里 捞回来的几片烂菜叶 很多朋友看到都不以为然 说其实莫言老师写的还是很不错的 还是保持到状态 保持到他一贯的那种写作水准 就是说的很客观 很中肯 这刀显得我是像是一个愤青一样 那我觉得我的这种状态 才像一个晚熟的人 什么叫晚熟的人 就是看到自己看不下的作品 就要喷 实话说这本书可看的 十二篇小说 可看的不超过三篇 这三篇里面有一篇 其实我还蛮喜欢的 就是它的最后一篇叫 《火把与口哨》 我觉得这个小说还带着 它一贯的写作的元气 其实这个故事 说简单也很简单 说复杂很复杂 简单说就是一个女人 像李亏杀虎一样 上山杀狼的一个故事 这是一个这个故事的核心的情景 但是当然不仅仅这么简单了 就复杂了说 就不如你去看看这个小说 这个故事在这整本书当中 我觉得是偶录正容 最后咱们再说说这个小说标题 晚熟的人 据说抖音上也在寻找晚熟的人 人人都想当晚熟的人 我觉得莫言老师也不例外 取这个名字肯定是包含了他自己 对自己的一个期望 一个寄托 就不说我还是当年那个 没有获得诺贝尔 我就讲之前的那个少年 希望莫言老师仍然是那个少年